Hello 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今天百科要和大家聊一聊力代替身中的近战之王 虽说从十只海开始近身肉搏就被逐步淡化 各种离谱的替身能力不断出现 但我还是更喜欢三四步的贴身肉搏 三代星辰斗士的No.1是最没有争议的 白金之星这个替身从开篇一直忙到了结束 除了在飞机上与灰塔的战斗时稍微吃了点饼 爆气后一顿欧拉能把女教皇打成粉碎 就连隶宿双儿的世界都扛不住白金之星的权力一击 如果成太郎不是没事总吓唬自己的替身 我怀疑白金之星真实的面板数据很可能是六位 最快的速度 最精密的操作 最强的力量和最不讲道理的附写能力 这就是我心中永远的白金之星 其他的故事都是主角团想方设法刷buff 到了周周白金之星才是那个欺负反派到处跑的超级大魔王 三步星辰斗士最强近战替身白金之星最强替身后补事件 四步中最强的近战替身大家第一反应可能都是力宿双的疯狂钻石 毕竟杖柱可以和常态下的白金之星五五开 但很可惜四步中近战最强的替身还真不是钻石 星红辣椒虽然被叫做五位支持 但满殿下的辣椒近战水平绝对是周周中的超一线 疯狂钻石这个力宿双A根本追不上辣椒的速度 我甚至怀疑如果让辣椒彻底吃饱 哪怕对上天堂制造也不是没有机会 四步不灭钻石最强近战替身星红辣椒 最强后补疯狂钻石 五步黄金之锋是力宿双A替身最多的一步 已知的双A替身分别有布加拉提的钢链手指杀雷的 手艺工作特利休的辣妹赛可的绿洲和老板的飞红之王 手艺工作和辣妹可以直接排除 钢链手指在和绿洲战斗中被对方全面压制 最强的近战替身应该是在绿洲和红王两者产生 但可惜老板的战斗模式是标准的偷家战术 没有任何的肉搏镜头 我只能通过设定集中描述将飞红之王定义为有着力宿双上游的实力 至于两个阵魂曲都属于超越替身概念的超替身 所以不再讨论范围内 我觉得五步中最强的近战是恶名昭彰的Bit 越快越吃亏针对上Bit再快的替身也不好用 最强后补是迪亚波罗的飞红之王 六步十之海是人类精神彻底暴走的一步 以至于轻吻这个有着五位面板的替身都没有多少近战机会 但如果选近身肉搏的话 我个人觉得安纳苏的前行者和天气预报都比轻吻更加强大 前行者同样有着力宿双的面板 凭借可攻可守自由前行的能力 我个人是非常看好安纳苏的近战实力的 天气预报就不用多做介绍了标准的近战法师 他会打输白蛇我只能理解为剧情杀 不过真要打贴身战的话 这两个替身对上星月还真是输多赢少 十之海中最强的近战替身 我的选择是可以操纵重力的星月 虽然他面板的力量是零弹重力翻转的buff实在是太可怕了 七步镖马野狼可攻选择的替身很少 截落的铁球破坏者与乔尼的牙四虽然能力逆天 但召唤条件都太过苛刻 按理说最强的近战应该是瓦伦泰的第4C 毕竟力速双5位面板等于近战的天花板 但我们的小恐龙迪亚哥的骇人恶兽 却创造了力速双臂暴打力速双A的辉煌战机 其实第4C的近战实力绝对不弱 能够躲开乔尼爪坛的小恐龙被瓦伦泰轻松消灭 只能说骇人恶兽的近身肉搏实在过于强大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多多支持哦